哈喽,大家好,我是猫猫 今天来到了耕团的第二天了 今天这个天气不是很好 你有看到没有 就天上到处都是阴雨 然后下了点小雨 阴田 跟Danny呢,来到我们的第一个今天 这跟在那个赛龙盖地看的那个火山口差不多 但是那个大很多很多 各位,大家,这个岩口的名字是Ranokau 这是第二个岩口的岩口 2.5亿年前的岩口 所以它很长 现在是300m高 在那边的沙口是1.6km的距离 它是8-10m深的 这就是水液液液液 你知道在古代的池 这有目前为了阿尔 为人家人的沙口 但是今天就是同样 下来我们有了 再加上了 所以很多核框 只有在那里 不外面 我们也许有这些毒物 在个小孩 对我们的孩子 哦 对头的一串 对人的肩肉 这猩口 在肩膠上的柘子 正面向前,我们看到眼睛,头部,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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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我们到了今天的第二站,现在去看一下到了火山的顶部 然后去看曾经这边鸟人比赛的一个地方 这里鸟人比赛的这个故事呢,之后我给你们讲 我们现在在这个火山的这儿里 这边有三个地址,是海岵,是海岸,是很高的,是小海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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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海岸,是大海岸 这就是那些我们看到,可以 Trump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图片 这个是是男人,还是男人,是男人 这就是同样的男人,但两个人面对一样 这就是藏的,所以我们不会看到 但如果我们幸好,我会尝试你这个称呼 这个称呼叫Komari,是一个称呼的称呼 什么是Makemake?谁是或谁是Makemake? Makemake是一个神经常的人信了 但只有在这些竞争,Makemake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人们信了更多在Mana,力量和能量 但是在这些竞争,他们他们有这个Makemake 是主要神经常的主要神经常的人 我们会看到很多Makemake今天 我们会看到两眼睛,尾巴和臉,像像一样的帽子 看来像一样的帽子 看来看,在这些人们比较 他们他们要游动了两公里,从尾巴的沙滩到尾巴 到沙滩的沙滩 他们用这种柠绿的帽子 他们只穿这些衣服的帽子 看来看这些照片 跟頭髮上的頭髮 然後那個人贏了比賽 他就要剪掉所有髮型 他開始畫了他的身體 然後他獲得這個獲得 這是一個蛋糕 像是一個蛋糕的蛋糕 跟兩隻雞 這個蟻蟻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們的蟻蟻蟻 為什麼我說它是瘋狂的 因為這個蟻蟻是瘋狂的 因為這個蟻蟻是瘋狂的 瘋狂的瘋狂 你把蟻蟻的瘋狂 但是在1968-1969 一個英國的船 是一個名字的船 他們來拿它離開 這個蟻蟻現在是在 英國的藝術 這個蟻蟻是瘋狂的 但是這個蟻蟻有其他東西 不是只有瘋狂的 蟻蟻蟻 這個蟻蟻是瘋狂的 蟻蟻有很多 蟻蟻蟻 蟻蟻蟻 什麼蟻蟻是瘋狂的 這就是蟻蟻的 蟻蟻的 一樣的照片 對 但是看 我們有兩蟻蟻蟻 我們有牠蟻蟻 我們有牠蟻蟻 我們有三是蟻蟻 這個蟻蟻蟻蟻 我們有天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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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也是带住的 但是为了给人看 他把这个圈移出来了 这就是这个食物的一个入口了 感觉有点像钻那个啥的感觉 我要怎么样才能爬进去睡 而且他们这里的玻璃尼西亚人也不矮呀 我看他们以前这里的人都挺高的 但必须得这么钻进去 然后呢 刚刚向导给我们讲了一些故事 是关于这边的一个鸟人比赛的 关于这个复活节岛的时候 他们不是有选首领吗 最开始是有一个石像 建石像 然后大家都崇拜上天 后来他们就是慢慢的发生内战了 内战了就这么点人发生内战了 他们就把这些泪卷了 石像夜景要高 最后全推倒了 推倒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想着 能找另外的方式来建一个首领 因为这个时候啊 就所谓的石像 这种都已经他们不信了 所以想了一个办法来 找这个首领 这个首领就是说 这个部落里面就找一个勇士 勇士去干嘛呢 就是从刚刚那个火山走下去 然后再走到这儿 然后攀这个岩石下来 然后到那个最大的那个岛上面 岛上面呢就生活很多海鸟 去那鸟上拿个蛋 然后回来 谁能安全地把这个蛋带回来 然后那个家族就赢了 那为什么在这么一个近的岛 那中间很多人都会死啊 一是这个岩石 你得拍下岩石下去 二呢 是这路上 这海里边有杀鱼呀 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伤人的动物呀 吃人的动物呀 然后还有就是 你还得完好无损的 就将近有两千米呢 两千米的一个距离 你得从那边爬上那个 然后你再拿着那个蛋 蛋基本上他们是放在额头这儿的 然后带回来 然后你再移入到这边呢 这个就是很难很难 一年一次很多人都会死在这上面 当这个蛋被这个哪个家族的勇士 带回来之后 这个勇士就成为了这个地方的王 很多人就用这个东西来选择他们的首领 然后再后来这个也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突然在这个之后呢 就出现了秘鲁 秘鲁的人发现了这个岛 然后他们隔一段时间就跑过来这边 来抓奴隶 隔一段时间抓奴隶 隔一段时间抓奴隶 然后由于秘鲁人的过来呢 还给当地的这里 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病呀 什么天花呀 什么感冒呀 什么的 然后就导致这个岛上的人呀 就越来越少了 到他们基督教过来传教的时候呢 才发现这个岛上 本来的好几千个人 就没的就是200个人了 200个人这个时候呢 他们这里的首领呀 真的是就是已经到没办法的时候了 他们来给你传教给你点好处 他们就哎 看着你给我点好处 反正我人也就这么点呢 那我就信你们教吧 但是当时就是他们基督的当地的首领 写的是什么呢 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岛上种地 但是我的地 还是我自己都不给你 但是 基督他们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总统写的 那个用西班牙语写的一个条约呢 写的是 你这个岛归属于我 结果就因为这个还发生了很多问题 但最终的话是以西班牙语写的就是为准 所以说这个岛 复活节岛是怎么被归属到智利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由来 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 你看这些现在能看到的 全是当初这边老的房子 大家都是这么住的 这里面只住人 他们吃饭干嘛的 什么都在外面 只是睡觉在里边 但我觉得这么是好压抑啊 钻一个这个小洞洞进去睡觉 现在下雨了 然后向导带我们在这附近撞一下 不是看了那个比较古老的房子吗 然后在这里那边的石头上面 都有画一个这种鸟轮的一个图案 呃就你们全靠想象力 反正我是看不见了 他们每一个从那个岛上 成功带回来一块带 然后就可以在这上面画一个这种鸟轮 嗨 Danny Can I ask why they're painting that on the rock the carving why the carving that something in the rock Well it was the way that the people had to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competitions yeah because they uh when they wanted to to show that something was um really important like a ceremony like something else they started carving yeah if you remember we have uh the the wooden tablets with the writing system so they just to have like very important things and to yes okay it's not for the guard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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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thank you 你看在这围了一个圈圈 这有这个洞洞 这个就是他们这个 啊Rapalui人用来接领他们时间的 就是太阳之地 这个洞太阳这个方向 然后每一年太阳从那个照过来的时候 什么然后又是一个新的机械 反正导游机械是这么说的 what's that maki maki face again 这很需要想象力 nose i i and mouth 这个这个跟我说他跟我说这是张脸 你确定不需要想象力吗 这个这个不是张脸还是什么呢 你的想象力真薄 找到张铁匙还是不 看 所以你们要来复活街道一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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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啥好天气 如果像我一样这么在这儿围雨 然后最后啥也看不着 那就不行了 毕竟他这上面你来一趟也挺贵的 你抱个团也挺贵的 而且你还只能抱团你还不能自由行 所以一定要看好天气